好,现在就是在这一堆前面呢,其实我应该要再放一个就是它是LFT Face的Motion Graphics Show Reel的一个图示 所以呢,在这边呢,我现在按加加加加加 呃,我看一下啊 嗯,好像应该要加的是这些东西吧 Shift按着不放,对,先拷贝 拷贝完,先到后面,就是时间走先稍微缩放一下,然后这边我看一下啊 好,从这边开始 这边感觉上应该是,我看一下啊,怎么放比较好啊 然后这边,Ctrl V贴上,OK 我现在先观察一下 OK,可以,所以现在就把这一堆 往前移,这边先缩减一下 贴上去就好了 他有点难贴哦,因为画面的比例的问题啊,就是尺寸你可以稍微收放一下 差不多,OK好,所以应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对 所以呢,这边我看一下啊,这是什么 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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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有写,他们写的是titan,这边写的应该是ft phase 呃,应该是写motion graphic是不是,对 Motion graphic,show real,motion graphic 呃,show real show real show real 应该是这样拼,没错吧,我查一下 应该是这样拼,没错吧,我查一下 对,show real,ok 所以motion graphic,show real 下面那个是软体的,这个地方是软体,软体是写在 这里吗 哦,对,所以这边应该是ft phase after e phase 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学过了,但如果也没学过,那就太厉害了 好,这应该ok,所以呃,先这样子啊,c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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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因为今天架105没有到亢次减了,家家,我现在的暂时 就是假设这个是我们要的,所以我现在呢把这个 剪掉,反正我事后还可以把它拉回来了 最後,可以拉回来的意思 是什么呢就是 我都还在家作品,我其实可以把这个在拉出去 因為它这个影片,其实基本上是 你后面其实,应该还要再留一个什么联络电话,什么之类的哦,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去找个东西 how to make a showreel showreel 2020 VFS 我们看一下这个一般来讲会写什么 OK我这边现在找到有学生的作品但是我不太确定这是只有一个学生吗 看起来好像都是全校的我只要找一个学生的 那我其实不是要看他内容我是要看他结尾他写什么 喂 没啦 这不太对哦一般来讲一般修reel其实是会我看一下 打一个VFX showreel好了这样就好了不要VFS好了因为这可能是学校的关系他才把他限制住了 呃 呃 诶VTOT好啊 嗯这个也不行 我们需要私人的 showreel VTOT Mercury 这都是公司的诶等一下Mercury看一下 好不管了我发现 有点啰嗦我们现在呢就直接找好了 找一个那个window extension里面去找一个来放 我们应该一般来讲需要的就是名字吗然后再来就是 我看一下 好就加这个好了 所以音乐应该可以再延伸到后面去这个先关掉好了 先播播看 所以这边应该是写 我看一下这边按加号 这边应该是比如说名字 书大呆 书 大呆 书 大呆 大呆 然后再可能是电话吧 就乱摆一个0933 888 999 然后再摆一个电话号码 对email Cyber CyberLucky 8gmail .com 然后还需要什么 应该写这个就够了 那这边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边这一段会 然后这个最糟糕是这个字体啊这字体绝 的不要有凯书我有凯书基本上你就是不想做设计了 不知道为什么学生真的超爱用凯书位是 真的我不知道说什么这个我看一下 这边的打个黑 然后这边呢现在是 False OK 然后在这个应该是这文字框的位置应该要调一下 他的scale可能可能也许可以大一点但不能也不能太大太大看起来就没有设计感 哦 然后可能round corner 也是可以啊 然后stroke width OK 再来是 哇他这个字其实能设的东西也太少了吧 好position稍微拉一下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短了我这边可以 这边把他的时间试试看拉长成 像这样子好了多变三倍时间 音乐也拉长 拖拖看 试试看哦 I hope it's worth it This society is really trying me Aint no why didn't see I hide to be far from anxiety I need my space I need my privacy I need some science please you're all too loud you don't speak quietly opinions fine 好先坐到这里吧今天 那记得档案先存起来 然后再来这边要做一个档案要收集起来所以他是在project manager 里面的去做 这些东西哦 OK 好所以他现在是存到哪里去了 project manager我看一下他刚刚存的位置 OK 看起来其实就是 就是他写的这个位置就是文件里面的Adobe的premiere的 22然后再来会有一个 刚刚存的这应该是5月13号 那应该是这个 所以前面这两个基本上可以扔的删除 这个5月6号的删除 所以留这个copy的portfolio 这里面应该就是刚用到的一些素材 对OK 好 那就把这个保留起来就可以了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